大家好 我是热点观察员魏清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热点会 由于民进党当局在疫情期间不断挑起两岸对立 漠视陆生赴台就学的正当权益 导致大陆暂停今年各学历层级毕业生赴台升学就读 近日 岛内绿营政客又大加炒作赵明威事件 为赵明威妄称武汉肺炎的歧视性发言保驾护航 纵容助长岛内歧视陆生的不正风气 如今 令岛内教育界忧心忡忡的是 若两岸关系继续恶化 不排除交换生可能是下一步紧缩的对象 对交换生多的大学将是一大笔经济损失 大陆疫情防治得当 澳门台商会长简停在指出 疫情缓解后 盼望大陆尽力排除台商投资障碍 扩大合作契机 台湾《望报社评》也指出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背景下 经济快捷通道所体现的务实态度和呛低壁垒 是经济全球化升级的一个方向 全球抗疫上半场主要在救人 下半场主要在救经济 疫情再次凸显出大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快速恢复的活力与韧性 大陆依然是投资与新业的热土 两岸的疫情防控开始趋于稳定 也应当加速相关的快捷通道安排 为台商台企复工复产 为两岸经济复苏添加助力 民进党当局借疫情猛吵台湾参与世卫话题 对此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指出 民进党当局最近敲锣打鼓 制造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声量 不过 重点却不再让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而是玩政治给百姓看 证明民进党当局是多么卖力争取 同时营造对岸打压的假象 好笑的是 此前蔡英文核定杨真妮 出任世贸组织副代表 如今两个月过去了 杨真妮却仍为赴瑞士就任 政坛传言 这项任命 不过是在帮某人卡位 赴不赴任 当然不重要 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职位空着不管 却在进不去的世卫组织门外叫骂 民进党当局真是轻重不分 岛内罢韩投票日期临近 高雄市长韩国瑜阵营 14日再度申请暂停执行罢韩 对此 国民党表示尊重韩阵营做法 并支持韩国瑜依据法院见解 提出诉讼 以厘清罢免联署是否可以有 违法偷跑等程序不正义存在 对于罢韩团体批评国民党 此表态不尊重民众的罢免权 国民党发言人洪于倩回应称 支持民众罢免权跟程序不正义是两件事情 韩国瑜委任律师 国民党考级会主委叶庆元则表示 韩国瑜依法依据岛内行政法院的裁定 请法院厘清罢免程序违法争议 并请法院在厘清前停止罢免投票 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法治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14日率领各行政部门辞职 民进党当即随即启动新的人事布局 此前蔡英文已宣布 苏贞昌将续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而下任台监察机构及考试机构人员名单 最快在下周就会宣布 现任蔡英文办公室负责人陈菊 渴望放入名单中 而在陈菊卸任后 初缺的蔡英文办公室负责人一职 也已内定 将由前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家全接任 在民进党党职部分 蔡英文将再度兼任民进党主席 而民进党秘书长 则由台湾前行政机构负负责人林希耀担任 好 今天的两岸热点会就到这里 之后岛内会出现哪些新的热点动态 让我们一起保持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